一款蛋黄小饼干 无油少糖 蛋香浓郁 特别的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三颗鸡蛋 分离出蛋清和蛋黄 将蛋黄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着再打入一颗全蛋 加入一颗盐 30克白糖 几滴白醋去腥 先将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 然后打蛋器开中高速 将鸡蛋打发 中高速打发3分钟左右 打发到蛋黄糊 颜色略微发白 提起打蛋头 蛋黄糊滴落下去 纹路不易消失 而且可以停留几秒的状态 接着晒入70克低筋面粉 25克奶粉增加奶香味 没有奶粉的话 可以换成等量的面粉 然后用半圈翻拌的方法 将面粉和蛋黄糊搅匀 搅匀以后 是这样粘稠的面糊 然后给它装入裱花袋中 然后将裱花袋剪个小口 挤入到烤盘中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放在烤箱的下层 上下火120度烤25分钟 好好取出 放在烤架上放凉 刚出炉的饼干会有一点软 放凉以后它会变得酥脆 这款小饼干也很适合 给小朋友当零食吃 一口一个素脆好吃 晚上追剧必备的小零食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们下期见